哈囉 大家好 我是漂流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個很特別的新聞 就是以後如果有人說玩動森浪費時間 你可以告訴他 我在培養我的美感與設計能力 能賺錢嗎? 能! 隨著動森的熱度在全世界不斷的攀升 現在在英國的一間賣家具的公司 居然在招聘動森室內設計師 是不是很特別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招聘的網站 網址我會放在說明欄 首先我們一進來看到標題就是 成為一個虛擬的動物森友會室內設計顧問 然後下一行就是 因為動森在全世界的熱潮 我們公司正在招聘虛擬的室內設計顧問 來提供給我們客戶一些專業的建議 那應聘這個工作需要哪些技能呢? 第一個當然就是你要會玩動森 然後第二個是要擅長與人溝通 畢竟是設計師 把腦中的想法化為文字 讓客戶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是要有遠程工作的能力 我想首先就是你要有不算太差的網路 再來就是自制力 畢竟在家工作有些人就是會懶懶的 最後一個就是如果以前做過室內設計的話 就會加分 但不是一定要有 我倒覺得沒經驗的人 其實不需要太擔心 畢竟如果你真的很會玩動森 又有很多想法 那這就是你的硬實力 再來看看工作內容 第一個就是評估顧客現在的設計 然後提供一些你的想法 下一個就是將顧客的預算最大化 用它現有的資源營造出設計感 同時向你的顧客解釋 你每個設計背後的核心是什麼 最後一個就是提供給顧客多樣化的選擇 讓顧客未來想改變設計的話 有個參考依據 再來就是做這個工作的好處有哪些呢 第一個遠端工作 有人覺得這是好處嗎 但我覺得這是給非英國居民的人一個機會 因為裡面並沒有說到一定要是英國居民 或是擁有英國工作簽證 當然我不確定啦 只是有興趣的人不要放棄 第二個就是做這份工作 你可以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 像是與顧客交談的應對進退啊 或是接觸到很多不同的設計風格 最後一個就是 玩動真還可以賺錢 我是覺得啦 當一個有趣的事變成工作之後 嗯...不見得好 下面說到當你應聘成功後 你可以決定自己的工作時間 以及每小時收費的價格 最高一個小時可以收取40英鎊 如果你覺得這工作 就是你夢想的工作 那就填下面的表單啦 表單其實就是簡單四個問題 信箱、名字 然後說明一下你相關的工作經驗 最後就是 為什麼你覺得你可以升任這份工作 整個網頁到這邊結束 我是覺得這份工作非常適合那些 腦袋裡面太多天馬行轟的想法 但是苦於你的家就那麼大 那這個就是把你想法一一實現的好工作啦 然後呢這間公司其實蠻聰明的 在拓展業務的時候 還可以跟上全球的熱潮 即使最終效益不大 但卻是讓自己公司知名度提升的高招啊 只是我好奇的是 這間公司的老闆真的有玩動生嗎 大家應該是花在島嶼上的心思 比布置家裡還多吧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還是要提醒大家 找工作要謹慎至上 如果你覺得這個新聞還蠻有趣的話 歡迎分享給你的朋友 不喜歡也可以按不喜歡 我是漂流 我們明天見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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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